猛星一定要低缓的 去掉黑心商人 最有一个大家都被撑舵 虚米多利 虚米最大富商 手里通天 最初以为是虚米灵端 就有撑起玩家 那叫也叫躲绝 魔神鹿给我们卖东西 太多值百万摩拉 后续这种套路层出不穷 什么再送十万 百送自选 好家伙有买大约塔送 云云神大位了 您就是米哈游策划本化是吧 清泉镇 霍普金斯 这人大家曾经早有耳闻 出了三百一瓶的圣水 没限斗 据说喝完之后就会有神奇的力量 武藥之前暴了试一试的心态 来上了一瓶 老抽斩的小保底 我们用时间魔神把时间调到深夜 就会发现 这金商居然一直在水边捞水 还是正进入他手的水就是剩水 铁商 吃我一刀 一刀 塔瑟丽亚 在盗窃的地脑上 都叫远航之风的商店 一刀 普通银子 卖6万 五刀 就得30万 同样材料的须名只要1000 有须是你之前到期所夺 贪定奉闲还特捐杂碎 卖这么对也就算了 现在都3.5了 还这么疼 你明明可以直接抢的 却要卖我 铃月老刀 在铃月档的道牙旁边 也有一刀名为老刀的卖鱼商人 300摩拉 一条鱼 1000摩拉 三条鱼 我直接 问问他怎么买的越多越对 他就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 这里还以为有什么隐藏成就 就买了三条 就什么都没有 后续在他登顶一顿 渔夫老孙的对话中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的营销手段 老刀 你小真刀啊 明明就是铃月刀起祥是吧 对此我只想说 七尔庄 小白 七尔庄 铃月最朴素的村子 也有一个奸商 他就是这位小白大神 他把东西炸一炭 硬价合理 实际上隐藏着大汤 就是这的无碍一朵的琉璃百合 这玩意儿在七尔庄到处都是 每次去铃月横台 都能顺手才嫉妒 大神 你就直说是不是姓吞吧 铃月得对 铃月有家叫三万不多党的油短 在铃月做美乐小伙伴 一定有听说他家老板得对 发现生意难做 起初还对他抱有同理心 随着他私下折断店员 在酒量园子里加酒太多了 还说酒味淡点 客人就会再来一碗 得对 你可真是的做生意的怼才 甭得 茶爷为奇 这位登出重量级 大家做美乐时一定不要偷舵 发现前说不会推代言 然后四成之后只得一千磨啦 打花叫发子是吧 态度还贼差 但是资本家碳的都要落泪 这日常要多做几次 怕不是直接会得到有压 希望车瓦哪天摊上他的血条 让大家可以把他当日常刷 大家可以在皮股区说碳 还在哪些奸商 爱着你身边的笨蛋朋友来探探